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周 普发全民6000新海币 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坤访美拼外交 今晚在华府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发表演说 欧洲捷克总统当选人通话中华民国总统 期盼会晤 中共跳脚反对 捷克方强调做正确的事 自己决定与谁见面 中国广州 浙江 山东等多地重启核酸检测 采样点大排长龙 被解读地方和民间不相信中共数据 新闻首先关心台湾新任行政院长陈建仁 明天二号要主持任内第一次的行政院会 恢复邀请六个直辖市的六都市长列席 而先前因为疫情已经暂停两年多 预计会讨论中央和地方沟通 全民普发6000元共享特别预算 预计六都市长都会到齐 包括在野党籍的台北市长万安 新北市侯友宜 台中市卢秀燕桃源市的张善政 秦政院长陈建仁上任后首要的工作 是要让全民普发6000元的特别条例和预算 原定在过年前后希望能够发放的 能够尽快地如期在国会通过 希望四月达成 不过在野的国民党 现在要求要拉高到1万新台币 陈建仁今天拜会立院的朝野四党团时强调 钱要用在刀口上 会让最需要照顾的弱势团体得到最好照顾 行政院长陈建仁来到立法院 拜会朝野党团 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全民普发现金尽快落实 但卡在国民党版本差异太大 你要不要温暖一下 给全民温暖 说你来跟书院长不一样 他6000你1万 你这样马上签名了 所谓的还税于民这样的一个计划 当初送来立法院只有简单的6页 其中有1400亿是空白授权 我们看不到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不是每一个社会的阶层 受到的影响都一样 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经费 大家一起来均分 这样反而不符合这个社会的公益 来照顾中小企业 中低收入户 来照顾需要照顾的农民渔民 绝对不是空白授权 而是会提出一个很完整的预算案 如果最后朝野无共识就会进入表决 以流程来看 最快2月17、18号进行表决 23号行政院会通过特别预算案 送到立法院审议的同时 隔魁也要到立法院备寻 若能在3月3号复为审查 最快4月4号那周完成三读程序 审查以后当然有所谓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样算起来在4月4号那一周 可能就可以完成 大概4月第二周吧 而其他在野党则是对新内阁磨刀祸祸 兵役改革相关的政策推动之后 后续还有很多的执法跟执行面的政策 要来去执行 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去监督 有一些反渗透法 希望在院长任内能够赶快来重视 正式上直询台前嫌过招 陈建仁展现诚意积极沟通 就看在野党领不领情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剑 尊艺豪志永如台湾台北报道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天因为腰部不适 卸任后到医院接受手术 他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说 在大年初一跑行程扭伤了腰 忍了几天疼痛 等办理行政院交接之后进行微创手术 他住院了一个晚上迅速出院 总统三英文前往医院探视 感谢苏贞昌为国政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 也嘱咐医疗团队妥善照顾 民进党新任主席赖清德 今天一号首次主持了中职会 他表示陈建仁上任行政院长开启了新局面 这也是民进党去年11月九合一败选之后 重振旗鼓踏出的第一步 希望民进党全党上下 全力协助陈建仁推动政务 尽情本党同志 尤其是立法院的作业委员 一定要全力协助 陈建仁院长所率领的温暖坚韧的团队 让他能够顺利的完成 参与总统交付的每一项工作 也能够顺利推动他本身的理想 让国家能够持续进步 人民能够得到照顾 两党即将面临的南投县长的补选竞争 民进党中央是派员进驻到南投来助选 而赖清德也喊话全党要力挺提名人蔡培会 此外下周的中平会还将开会讨论 包括向台南市议长的选举争议 以及中职会也会移送 把议长邱莉莉跟副议长的林志展的停权案 下周讨论 我们来关注台海情势 最近包括美国的高层 以及北约的秘书长 正在韩国、日本等地在游走来吓阻中共 那么中华民国国防部 今天2月1号上午公布了24小时内 所征获的3、4架中共军机侵扰台湾 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 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的共机有20架 包括了歼11、歼10和歼16战机 逾越了海峡中线的北中南端 另外还有中共无人机 以及多类型的共机在台湾西南空域活动 另外还有9艘的中共军舰在台湾海峡周边活动 中华民国军方运用了任务机舰 以及暗制飞弹系统来严密监控和应处 台欧关系升温其中 这个全面关系的升温顾问当中 捷克跟台湾是尤其受到瞩目 那台阶的关系将会复制到台湾和立陶湾的模式吗 那么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和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之后 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亲自会晤 中共跳脚 不过帕维尔31号推文回应 他理解中共对他和台湾的通话有意见 但捷克是主权国家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 他也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和捷克有共同的价值观 及重要的贸易关系 这次通话与公认的外交政策理念完全一致 1月30号台湾总统蔡英文与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举行电话会议 帕维尔在推特发文表示 希望有机会时能与蔡总统会面 对此中共外交部激烈反弹 面对中共的反弹 捷克总理费亚拉表示 捷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要与谁会面与谁通话 我们自己做决定 捷克新闻周刊观点1月31号引述消息指出 蔡英文可借由出席2023年下旬 在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安全或外交会议 与帕维尔会面 台湾总统可以借此来到捷克 并在总统府布拉格堡以外的地方会面 即将在3月访问台湾的捷克 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也透过推特强调 支持尊重人权与民主的伙伴至关重要 很高兴所有宪法官员对此团结一致 新唐人也在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 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尤锡坤拼外交 昨天下午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 将在美东时间1号上午 也就是台湾时间今晚大约10点半 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来发表演说 2日隔天就是要参加美国年度的国家祈祷早餐会 美国总统也将出席 还预计是2月4号要返回台湾 尤锡坤上午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 经过14小时飞行抵达了纽约的甘乃迪机场 和大家报平安 还有感谢外交部及住宿同仁的安排和协助 另外尤锡坤此行的外界关注会否会面 美国的众议长麦卡锡 他现前说会尊重住宿安排 2023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 周日在美国的华府登场 要聚焦中共对信仰的迫害 请看新唐人华府记者陶明的报道 2023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 周二在DC拉开帷幕 来自美国两党的议员表示 信仰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卡尔议员 着重突出了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 并且点名中共国摘器官的罪行 在下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即将前往中国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面 而著名的NBA球星坎特自由 告诉新唐人美国应强硬的向中共提出人权问题 在封卫上讲话的还包括来自中国的陈法源 他的父母双双英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的抓捕和关押 至今已超过两年之久 就他们自从被绑架之后 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们 炼法轮功的人 他们都是就是善良的人 对那些迫害我们的人 其实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那些人知道真相 让我们赶快见面吧 即将过18岁生日的陈法源说 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真相 让迫害早日结束 新唐政治台记者陶明 美国华府采访报道 美国和日本接连宣布要在5月份 解除COVID-19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WHO 也可能会在4月份开会之后 解除疫情警戒 国际陆续地解除疫情警戒 台湾防疫指挥中心的发言人 庄人向目前推估 台湾采取降级的时间点 从4月到6月份都有可能 目前的努力方向 是在5月到6月期间降级 白宫31日与印度启动伙伴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希望 这将能协助两国在军事设备 半导体与人工智慧领域上 与中共竞争 美国线上支付服务商PayPal 加入科技业裁员行列 周二宣布将裁减2000名员工 消息一出PayPal股价上涨超过3% 日本半导体测试设备巨拨 埃德万周二宣布 将收购台湾印刷电路板厂 新普科技 有助扩展埃德万的测试和量测解决方案 美国制药大厂辉瑞 周二盘前公布 2022年第四季财报营收为243亿美元 2022年全年营收为创纪录的 1003.3亿美元 不过辉瑞预告 今年新冠产品营收将大幅下降 较上年大减64%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日前彭博社报道了 美国日本荷兰三国达成了一项协议 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道路 现在路透社也报道 两名知情人士向路透证实这个消息 周二一名美国官员发表了 美国政府截至目前为止最直接的发言 承认和日本荷兰达成协议 要求对于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 实施新的限制 报道指出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在华府的活动场边表示 我们现在无法谈论这项协议 但你们绝对可以和我们在日本 以及荷兰的朋友讨论 美国持续强化和印度的合作 1月31号 美印的国安顾问在美国华府举行 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倡议第一次会议 双方要推进两国在人工智慧 量子技术 供应链和国防方面的合作 而下个月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访问印度 强化美印双边贸易 去年5月 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 1月31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与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 在美国华府组织了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的首次会议 根据白宫发布的文件 美印两国同意强化双边创新生态系 包括人工智慧 量子技术等 此外 双方还谈到国防创新与技术合作 具有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 以及太空领域合作等 路透社报道 苏利文表示 中共构成的巨大挑战 它的经济手段 它侵略性的军事行动 它试图主导未来产业和控制 未来供应链的所作所为 对德里的想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持续强化与印度合作 下个月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还将前往印度进行访问 预计这趟访问将进一步加深 美印双边的贸易活动 新唐亚太电视 张麒麟综合报道 好 世界在关注TikTok的资安问题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证实 将在3月23号听证会 要求抖音海外版TikTok的 首席执行官 周受刺出席国会作证 另外 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预计在2月份要表决法案 禁止在美国全境使用TikTok 中国视频分享应用程序 抖音海外版TikTok 由于构成严重的隐私安全问题 在美国被越来越多机构禁止使用 同时 美国国会正在加大 对TikTok的审查力度 周一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 凯西罗杰斯发声明说 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 故意允许中共访问美国用户数据 美国人应该知道这些行为 如何影响他们的隐私和数据安全 以及TikTok正在采取哪些措施 保护儿童 免受在线和离线伤害 该委员会预计 3月23日举行听证会 要求TikTok首席执行官周首资 就这些问题作证 TikTok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用户 对年轻人影响很大 去年12月 印第安纳州曾指控 TikTok的算法 意在让年轻用户上瘾 并向他们推送有害内容 此外 TikTok还被指控 是中共当局利用来监视或操纵 美国人的工具 国会参议员霍利上周三提出 禁止在美国设备上 使用TikTok法案 并禁止与TikTok母公司 字节跳动进行商业活动 同时 众议员肯巴克在众议院 推动配套立法 巴克表示 他很自豪能共同提出这项立法 以确保每一个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 免受敌对外国实体的伤害 霍利推出的 禁止在政府设备上 使用TikTok法案 去年签署成为法律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林明迪综合报道 我们镜头转回台湾 鸿海集团周三一号 在新北市土城总部 举办新春开工祈福典礼 董事长刘洋伟带领团队祈福 的会后受访 谈到了对今年景气的看法 此外 鸿海证实 刘洋伟三月份将亲自带队 到美国拜访 关键客户 鸿海新北土城总部 新春开工团败 董事长刘洋伟 半岛地策略长蒋上毅 总裁务长黄秋莲等 多位高阶主管 共同出席 去年中国郑州厂事件 影响鸿海营运 刘洋伟表示 目前情况大致微不正常 很快就过了 比我们想象中来得快 所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经过这一段时间 我们其实在整个中国的生产 是蛮已经恢复正常了 算是恢复正常 鸿海经济动作不断 即去年 阎兰奖上议担任策略长 还宣布找上 前日本电产总裁官润 担任集团的电动车策略长 而有一号并正式就任 老展望 今年景气 刘洋伟这么看 我觉得今年的景气 是蛮挑战 经过这几年疫情 还有苏乌战争 所造成的相关的影响 我觉得在今年会发酵 第一季第二季 大概是大家会看到 会有些影响 有可能会反转 这个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观察 可能要到Q1 Q2吧 大概才会比较清楚 洪海三年造出五辆电动车 向外界展示洪海速度 2023更是关键一年 而进行传出洪海三月份 即将启动美国行 原来证实这项消息 外界预估将与欧美传统车厂牵线 有望牵下 关键汽车大单 一定会有目标的 这不是因为疫情结束了 然后去做一些寒暄式的拜访 那应该会有几个 几个相关的签约的活动 大概是朝着这个方向来进行 那当然我们也有 在欧海尔那边 我们把这个工厂 那个拿下来了 我也还没去看过 所以也是第一次去看看 我们在那边的新的工厂 还有我们在威斯康辛州 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计划 全球布局方面 洪海透露在墨西哥投资ICT 与EV产业成效逐步开花结果 此外欧洲部分也将规划 电动车相关零件厂 今年洪海科技日也会有新亮点 除了展示自家的电动车款 也将号召重要客户 一同展示电动车新品 新台的电视 成为我们审慧同 台湾新北市报道 接着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在美国国务新布林肯 访中后的两天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国会 发表国情咨文演说 谈中共和俄罗斯的挑战 中国大陆广东 浙江山东等多地 重启核酸检测 采样点大排长龙 被解读地方和民间 不相信中共数据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 新唐人亚太整点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o One 农米欲录 担心长者独自在家吗 TTDC云端独居老人照护系统 不在家也能了解长者活动情况 紧急状况时 第一时间救援 多一层保护 多一层安心 云端独居老人照护系统 用最好的 守护最爱的 台湾为神守护之地 以先天的美好环境为根基 风导的时节食材做媒介 台湾人用真心发酵 研发守护人体基底的酵素饮品 台湾酵素村 献给您天然营养的真实健康 完整补充日常生活能量 在神守护的台湾 做您最坚实的健康后盾 台湾酵素村 欢迎回来 其次追踪美国中共对抗格局 白宫官员31号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访问北京的两天后 美国总统拜登将发表 国情咨询演书 预计谈到中共和俄罗斯 带来的挑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预计2月5日抵达北京 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并与中共外长秦刚会面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 科比31日表示 布林肯将试图重启美中双边对话 包括军事与气候变先 等一系列议题 欧乌战争问题也预期被提出来讨论 布林肯将是2018年以来 访问北京的美国最高层级外交官 其核心目标是缓和美中之间 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布林肯这趟北京行 很难产生突破性进展 而就在布林肯访中前 俄罗斯外交部30日表示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今年春季访问莫斯科 俄罗斯国营媒体称 这将是中俄双方 在2023年的关键大事 今年2月24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一周年 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访问俄罗斯 外界分析 独审中共对普丁入侵乌克兰的 默认和支持 Moscow has announced that Xi Jinping the president of China will visit Moscow around the time of the anniversary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now given the timing and the level of the visit this is a major statement this is a major statement by the leadership of China a statement of support for Vladimir Putin and a statement of tacit support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7日 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后 在美国国会发表年度国情资文演说 去年拜登在国情资文演说中 鼓励各国团结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 而中共一直拒绝就此谴责俄罗斯 南华早报引述白宫官员科比消息 指出拜登今年的国情资文 将谈及中俄带来的挑战 新唐亚太电视高炳营 张瑞珍综合报道 当布林肯访问北京的时候 俄罗斯称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 学者郑清末指出 习近平此行的目的 主要还是因为 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升温 中共担忧 麦卡锡访问台湾的舆论等效应 我觉得这一趟习近平的目的正好就是为了化解现在面对的外交福利 然后当然他帝战所谓西方的制裁 所以不敢太直接援助俄罗斯了 当然日前也被发现他的国营的机构提供所谓的卫星图像给瓦格纳军团 这些其实中共一直以来都是采取按住俄罗斯的方式 面对即将接下来新任的终于院议长 麦卡锡要来访台 我想对中共的内部可能它的充值恐怕会远大于 所谓的佩洛斯上次的访台 是藉由访俄 藉由访俄就当做一个筹码 我想在访俄之前 他会跟美国有不断的一个所谓吵价还价 他会想尽办法阻止麦卡锡上台 跟另外的所谓的太英文的访美 会比照俄罗斯基模式 会到美国的众院 是参众两人的议会去发表演讲 美国郭欣布林肯结束了三天的中东访问行程 在耶路撒冷记者会上强调 恢复平静是目前以巴局势最迫切任务 他重申美方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和平共存的两国方案 反对任何损害此愿景的行为 布林肯已经委派两名官员留在中东地区 来协助缓和以巴情势 当布林肯结束中东新返回美国 将访问中国大陆之前 南韩的外交部长蒲振 一日启程访问美国四天 预计会面布林肯 双方将重点讨论 携手应对北韩的核武威胁的方案 包括美国对韩加强延伸吓阻能力等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亚洲行 结束南韩之后 接着到了菲律宾 二日将会面总统小马可氏 以及国防部长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方官员表示 届时菲律宾规划要向美军开放 多达四个军事基地 这是华府在扩大美军 在该地区战略足迹 以应对中共威胁的最新举措 预料这计划 会在本周奥斯汀和小马可氏 见面时达成协议 这次扩大权限 可能涉及让美军 进入旅宋岛北部两个军事基地 分析人士表示 这渴望在台湾海峡或南海 发生军事冲突时 有美军能够获得一个 采取行动的战略据点 正在日本访问的 北约组织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31号警告 中共正不断破坏国际秩序 未来可能会在亚太地区 挑起冲突 还在日本的庆英大学演讲时强调 欧洲不能够忽视东亚的情势 因为全球安全 休期与共 结束韩国之行后 史托腾伯格周二开始了对日本的访问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就区域安全和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同时对中共构成的安全威胁 提出警告 史托腾伯格表示 中共正在大力进行军事扩张 北约与日本必须共同做出坚决回应 为了联合更多西方国家共同抵制中共日益增加的地区威胁 日本正在积极与美国和欧洲盟友拉近关系 未来日本还计划定期出席北约理事会议和防长会议 加强与北约的军事交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书综合报道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1月30号 推出了微信贴图表情包 英小美 除了一些问候的基本款之外 其中一款拭目以待四个字 引发了网友热议 拭目以待是中共外交部前发言人赵立坚 经常用于回应外媒提问的语句 如去年8月在外交部历清记者会上被问及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如果访问台湾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赵立坚回应说 如果他敢去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表情包公布之后 大陆的网民纷纷留言说 这个拭目以待笑死了 请美方停止这种消费赵立坚的行为 什么时候把悬崖勒马 搬起石头砸脚也做出来呢 中共放弃三年的防疫清零后 各地不再实施全员核酸检测 改成自费 但在新年刚过 中共通报疫情进入低流行水平之际 广东浙江山东等多地 传来维持及重启核酸检测 采样点甚至大牌长龙 杭州学校开学前要求自作检测上缴 有企业传出全员检测等 分析认为这是民间对官方不信任的表现 在胡新宇消失106天后 官方称其遗体被找到 真相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下 中共警方给出的结论不断变化 一会儿说掉在树上 第二天又改口说掉在仓库里 近日更多案件细节浮出 官方通报在发现其遗体的现场 有一支录音笔 有消息指出 录音笔是在胡新宇遗体边的墙洞里发现的 有露媒到厂家询问录音笔的相关信息 但厂家拒绝回答 中共喉舌央视电视台新闻频道 在1月30日报道 国产大飞机C919兔年首飞时 配用了一架东航A320neo起飞时的影片当背景 资深航空专家确认 央视使用的确实是空中巴士A320的飞行影片 网友纷纷嘲讽 这就是中共央视 媒体长期造假习惯了 没有真的就拿假的来凑 德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账号 周二罕见声明 他们将删除部分不友好评论 大使馆说他们尊重言论自由 但不意味着言论自由没有边界 同时大使馆反问五毛们 是否也会对中共政府发表 同样的不友好评论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那国际加拿大智库联合发布的 2022年人类自由指数 根据823项指数 其中包括了像法律 国家安全 人身安全 移动自由 财产自由等等 对各国做出了综合评估 在165个受评比的司法管辖区当中 瑞士排名第一 台湾排名第14 位居亚洲第一 而中共是第152名倒数第14 而最后一名则是叙利亚 中国消息 青年学生频频离奇失踪 江西省15岁的学生胡新宇失踪上百天后 在民运沸腾下 中共当局突然宣布遗体被寻获了 而另一方面失踪近90天的吉林省高三女学生 郑春门也引发各方的关心 她的父亲担忧 女儿将成为第二个胡新宇 你知道今天 爸跑了几百沟里之外 吉林四平去找你 虽然没看到你 但是在爸心里边 相信一定会找到你 无论在天涯海角 2022年11月4日 中国吉林市就读第13中学的高三女学生郑春梅离奇失踪 一个月后的12月3号 她父亲在网上发出呼吁 据报道 去年11月4号晚上8点多 郑春梅告诉房东要回学校拿户口本 结果就此失联 监控视频显示 郑春梅的身影最后消失在吉林大桥一带 知情者表示 郑春梅失踪近90天 警方尚未立案 家属只能请网友提供线索 日前郑春梅的父亲在得知胡锡宇遗体被询获的消息后特别着急 她说我也担心我女儿会这样 知情者说 家属心急如焚 要求活药见人 死药见尸 有市民表示 这不是个案 在中共治下已有很多年轻人失踪 新唐人记者陈杰 李珊珊 伯尼采访报道 接着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印度克什米尔的滑雪圣地 古尔马尔格发生雪崩意外 一只两人死亡 多人失踪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专利率晶乳胶 具有高回弹性与支撑性 多孔性结构结合被长叹 透气性佳 具眼红外线 可均匀承托 缓解头部压力 让您睡得健康又舒适 德行天下 让您安整无忧 夹制具的先锋 沉浸科技 专业AI智能化夹制具 四大系统全方位整合 高精度 高耐久 高品质 重复定位精度2μm 累积超过80项专利认证 通过ISO9001品质验证 精准加持所有你想要的 有了沉浸 一切搞定 台湾之光 沉浸科技 生活的自信法则 培养气质与品味 生命的自然法则 选择舒适与美好 品味 质感生活 第八位 如何为全家人挑选好的营养食品呢 选择出乳国际企业就对了 无糖配方 不含植物油粉 奶精 食品化合物 采用APS集团纯净乳源 通过多项验证 丰富免疫球蛋白 营养均衡 低脂肪零胆固醇 是健康活力的最佳补济 出乳国际企业 就像家人一样挨着你 深耕台东建设三十年 施工扎实 设计多元 施宏建设 陪您看见对家居的价值 欢迎回来 我们先看到一组国际新闻重点短讯 日本研究机构指出 去年12月由日刷卡额台人成长2.3倍 灌全球 中国记者探访胡心语遗体发现地后 遭警察上门盘查 美国务院指出 中共在曼哈顿的海外警察站已关门 法国宣布原污新计划 加码12辆凯撒自走炮 训练乌军 到国外滑雪要特别注意安全 日本不久前发生了重大的雪崩意外 而今天2月1号 则是在印度的克什米尔北部的滑雪圣地 古尔玛尔格 雪崩意外当时 从现场游客录下画面看到 山坡上的积雪滚滚而下 游客惊慌逃命 印度当局得知后投入救援 目前已只有两名外国的滑雪客 不幸身亡 有四人幸运生还 仍然有许多人失踪 还没有被找到 美国遭受暴风雪的影响 范围从南方的德州中部到美国的东岸 全美国已经有超过1600个航班被取消 2800多个航班延误 超过5000万美国人处在冬季天气警告下 在美国周二的早上 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 与达拉斯爱田机场因为天气因素被限制起飞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FlightAware的统计 截至美东时间周二下午2点 全美已经有超过1600个航班取消 2800多个航班延误 其中往返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航班影响最多 美国航空针对1月29号到2月2号期间 经过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旅客 免出更改航班的费用 达美航空也免出部分航班的更改费用 其他家航空公司也纷纷对受到暴风雪影响的航班 给予免更改费用或票价差额的补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韩耀峰综合报道 美国和欧洲决定援助主战坦克给乌克兰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 不会提供F-16战斗机 英国也拒绝提供战机 理由是这需要长达几个月的学习之间 不过法国和波兰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在明确将获得西方国家的坦克援助后 乌克兰又把球员的重点放到了另一重要武器上 战机 乌克兰称先进的战机将帮助守卫乌克兰的领空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一明确表示 不会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在拜登表态之前 德国也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而英国拒绝提供战机的理由则是 英国的台风战斗机和F-35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学习使用 因此不现实 目前乌克兰空军使用的是前苏联时期的米格战斗机 其性能与西方的先进战机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美国空军 F-16配备精确制导导弹 时速可达2400公里每小时 飞机比坦克的作用会更大 对于俄罗斯的冲击会更猛灭 特别是它的空军的力量 基本上就不太可能进入乌克兰来作战了 另外一个呢 它后方的整个的补给线呢 就会被切断 分析认为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援助战机问题上保持克制 是不想过度刺激俄罗斯 美国不愿提供战机 就是不希望军援的火力太过强大 会导致俄欧战力失去平衡 从而迫使俄罗斯得要升级战争规模 或者动用核武来报复 那同样道理呢 西方国家也不愿提供长城导弹给乌克兰 不过相比美英等国的明确态度 法国和波兰的态度相对暧昧 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可能性 周二乌克兰外交部长表示 第一批坦克援助的数量将达到120至140辆 预计将很快派出军事人员前往波兰进行培训 通常德制鲍二坦克的培训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为了不延误战机 波兰方面表示 可将培训周期压缩至五个星期 新台电视台记者 金时纽约采访报道 缅甸2021年2月1日凌晨发生军事政变 两周年前戏 美国与盟邦周二宣布寄出新一轮制裁措施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 新制裁措施系首度针对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官员 加拿大、澳洲、英国也同步展开行动 缅甸当地自有反团体发起无声抗议 仰光等主要城市的街道空无一人 双家也关门以示抗议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北达克拉州大福克斯市市长波钦斯基 叫停由中国企业富丰集团 在北达克拉州买地 要在当地新建的玉米加工厂项目 该项目距离美国的空军基地只有19公里 参议员公布了美国空军助理部长的信件 集中警告 该中司玉米厂将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西澳洲政府紧急应变部门一日证实 澳洲矿业公司一位中旬在运送过程中不慎丢失 具有放射性物质色137的零件 经过数天的搜索后 终于在西澳洲北方公路 临近纽曼镇的路段巡获 由于该零件体积极小 且搜寻路段长度将近1400公里 因此官员表示 这次能找回零件 就像是在大海中捞到针一番 不可思议 日媒报道 日本索尼集团已将在日本 美国和欧洲销售的相机生产线 从中国转移至泰国 索尼的中国工厂 今后只生产面向中国市场的相机 此举是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 2022年仿冒于盗版恶名市场名单 其中多家的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平台 例如微信、速卖通、虾皮、淘宝等 都被列入 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多数民众生活一部分 而对于这份恶名市场名单 台湾民众怎么看 随着电商平台崛起 民众消费形态改变 网络购物逐渐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根据电商物流业者调查 有近八成消费者 平均每个月在电商消费两次以上 14%消费者会消费超过五次以上 选择网购平台 消费者最重视快速到货及免运服务 事实上有些电商平台审核卖家并不严格 让投机者利用漏洞 出售与商品描述不符的物品 甚至贩卖盗版假货 周二美国贸易代表处 公布2022年仿冒与盗版恶名市场名单 其中微信、肃卖通、虾皮、淘宝等 多家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再度被点名 可能就自己要比较注意一点吧 是合理的啊 因为我也不会用淘宝买东西啊 就是我不太用淘宝也不会用虾皮买东西 受全球经济影响 去年虾皮母公司东海集团市值骤减约74% 去年6月东海陆续裁员约7000人 占员工总数比率约10% 其中一些部门的裁员率更高达90% 连带虾皮在中国陆续传出裁员 台湾虾皮至少数十名员工被通知走人 并且在今年全面退出欧洲市场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喜王冠林黄雁玲 台湾台中报道 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1月29日晚间 在西班牙比尔鲍尔市进行了首场演出 一位曾经多次观赏神韵的作家 这次带朋友一起来观赏 又一度被神韵的制作和深刻内涵所震撼 她期待神韵多多演出 也呼吴大家不要错过神韵 不要留下遗憾 Bueno, ya es la... muchas veces que la he visto pero nunca es igual y esta noche es sobrecogedor por el mensaje profundo que emite y por la onda que hay de color de coordinación de... vamos, todo pero sobre todo por el mensaje profundo que se emite Laura-Livela女士 是一名作家 同时还是歌手 以及电台,电视台主持人 她曾经多次观看神韵 今年带朋友来看演出 他们都被神韵所深深震撼 me ha estremecido porque mis amigos están absolutamente noqueados porque yo les he traído diciéndoles que era todo danza acrobacia dades, todo pero no les había dicho el trasfondo yo sí sabía ya un poco pero están... han llorado o sea, se han entusiasmado han llorado se han puesto de pie había que sujetar a una a la silla porque se quería mover y por supuesto no interrumpir era importante pero sentir... es inmenso lo que se ha sentido todo es estremecedor todo es conmovedor todo es muy profundo pero sobre todo las voces los directos es importantísimo la música en directo las voces bueno, es que no hay palabras para describirlo es que me quedaría yo que siempre tengo muchas palabras en radio y televisión aquí me quedo sin palabras porque es muy conmovedor sobre todo profundo conmovedor estremecedor porque el cuerpo lo nota el cuerpo sabe hay algo dentro del cuerpo que se está moviendo a unos niveles muy fuertes con cada intérprete es que son muchos pero es uno porque van muy coordinados y eso es exquisito Livela女士 从演出中 获得神性启迪 她期望神韵 能更频繁 de演出 也呼籲 大家 不要错过神韵 不要留下遗憾 que es importante mantener las tradiciones que es importante mantener el ser y que somos algo más que solo tierra y solo cuerpo que somos almas inmensas somos divinos y recordarlo no olvidarlo y comportarnos como tal entre todos pues que si se lo pierden lo pierden y es una pena no se lo pierdan no se lo pierdan porque cada año es distinto cada momento es distinto y es algo distinto distinto y favorecedor para el crecer y todo lo que ahora mismo necesitamos expandirnos y ser sí ver y además puedan participar más a menudo no hacernos esperar tanto tiempo más veces más veces más tiempo más veces 新唐人电视台 Alex 郑彤 西班牙比尔巴厄 是报道 接着关心 下节新闻重点 时隔五万年 绿色彗星 再次现送 台湾民众 有机会 在今天一二晚上 而且有可能 用肉眼 就能看到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哎呦 你看到吗 这样我真的痛 你怎么会看起来 有什么事 来啦 用德行天下 保动者的支撑力 德行天下 農工健康协定 到家了吗 到家了吗 到家了 累就要休息 在台北混不下去 你回家啊 怎么跳车在台北 混不下去就回家啊 你每次都不信任我 算了 我昨天寄东西上去 你有收到吗 小时候 放学前几年 你都会吵着 要吃这家的豆干 妈 我下个礼拜没班 回家一趟 我是家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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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家里人 这是高兴 这有人情 这有职人 这最团结 家里东京会 要吃 你来跟咱最会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 2023年预报最亮的 五万年一遇的 绿色彗星接近地球 民众渴望在今天晚上 用肉眼就有机会看到 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 今晚七点半 在网络开了直播解说 这颗彗星将在今晚 抵达近地点 前后几天的亮度 会达到最高 渴望成为今年最亮的彗星 这颗绿色彗星 被正式命名为 C2022-13彗星 路径将会从北斗七星 和北极星的中间穿越了过 午夜过后 锁定东北方位 用望远镜就能看到 甚至在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 也有机会用肉眼就能看见 而距离上一次 这颗绿色彗星 造访地球周边 已经五万年 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 今晚一号出席了 全国中小企业联合新春团败 肯定中小企业 对台湾经济的贡献 媒体问到 经济部的新年目标 王美花回应 要强化国家的韧性 让施政更有感 整个国家的韧性 方方面面的韧性 要去强化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 不管是特别条例 还有相关的产业的推动 国际的局势 会联动到国内的经济发展 另外就是经济部 还有一些法案在立法院 那种种我们觉得 就是一步一步来推进 那我想让施政更有感 这个是院长给我们的期许 过年前后 连锁店包括虎须章卤肉饭 路易沙咖啡纷纷要宣布调涨价格 王美花说 因为俄乌战争 国际粮食的进口价格 还没有办法大幅的下降 这对餐饮业确实影响 会向产业密切了解 这个周日就是大年食物元宵节 小过年 许多民众提前应景 尝鲜吃元宵 不过受到原物料价格上涨的影响 像是红豆、芝麻、花生、糯米粉 价格至少上涨一成 单颗元宵汤圆就上调了三元新台币 不过过年的买气依然不减 两位师傅合力滚动元宵 一层层裹上糯米粉后 再过水摇制 五号就是元宵节了 不少民众提前尝鲜 花生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吃花生 只要是吃元宵一定会买花生口味 因为现在只有我跟老婆两个人 实力够了吧 元宵又比较贵 又贵 国门开了嘛 疫情的关系 那人潮大叫都慢慢的走出来 那其实可以看到路上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所以我们今年的话 也有在增加我们的那个量 增加在两层的左右的量 那其实我们是对这个部分是看好的 不过原物料上涨 今年元宵价格也跟着涨 业者表示像是元宵所使用到的红豆 芝麻、花生、糯米粉都上涨 涨幅至少一成 单颗元宵就上调了三元 但买气依然不减 价格还是很减 可以啦 硬硬紧嘛 价格有偏高一点 但是这么多人在买的话 应该是有它的价值 今年的部分的话 我们店家是有做小幅度的调涨 但是调涨的幅度没有到很大 其他部分都是由我们业者去吸收 增加元宵买气 各店家使出浑身解数 大黑松小两口将一颗颗红豆熬煮后 再混入红豆馅 整体吃起来更有口感 蔡万兴老店推出限定桂花口味 吃起来甜中带咸 荣荣园招牌甜点炸元宵也曾获得必比登推荐 而庆元春的元宵是当地掏客每年必买 花生和芝麻都受到顾客喜爱 往年接近元宵节的前三天是买气最旺的时候 业者做好准备迎接人潮到来 新唐人海电视林玉堂曾心敏台湾台北报道 最近消息在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表达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当面会面的议员之后 捷克国会的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一日在推特发文 正是和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视讯会议 讨论他今年三月份访问台湾行程 他在推文表示 届时将走访台湾和南韩 他也强调台湾是捷克在先进科技和技术领域的重要伙伴 期望借此行进一步提升双方的经济合作 根据捷克产业协会网站公布资讯 众议长计划在3月25号到4月1号访问台湾和南韩 而且渴望搭乘捷克政府安排的专机从布拉格直飞台北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2月2号的天气预报 11号认为预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